那我们上周的陈导 我们提到主耶稣在十七章里 他五次提到合而为意 那四次就是在今天我们所展现的经文 就是十七章的二十到二三节 那另外一次在十七章的第十一节 那显然合而为意非常重要 到底什么是合而为意呢 到现在世上还有人 很努力的想把所有的基督徒 组织成一个世界性的教会 他们说这个行动的目标 是为了让主的合而为意的祷告实现 这样的想法不一定是主的意思 首先我不相信教会要经过 好像二十个二十一个世纪 两千多年才能等到主耶稣 这个祷告的实现 再就是我不认为这些人的努力 和组织能够完成 好像连圣灵都没有完成的事 我相信天父实际上 从一开始就回应了这个祷告 当我们明白主耶稣祷告中 合一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祷告已经蒙应允 而且一直都在蒙应允 那什么是合一的本质呢 那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有了提示 上周我们也提到 这段祷告是游近 游近极远 从主耶稣身边的当时的门徒 到历世历代 普天下的所有的信徒 因此这个地方 按照二十一节的经文的意思 这两组人 就是耶稣身边的门徒 或将来的普世的信徒 都把你注意 那个都字 他们都合而为一 换句话说 教会的合一 指的是跨世代的门徒的合一 既然门徒的基本任务 是见证基督的真理 使人因信天父所拆了以来的耶稣 基督而有永生 因此合而为一 应该是指分享共同的真理 这就是约翰福音 十七章三节 耶稣基督所表达的 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那这个真理 就是交付给众圣徒的同一个信仰 是由使徒传扬的 有关基督的信念 因此基督身体合一的基础 就是在所共同享有的真理上合一 我们如果考察一下教会历史 从初代教会 以及教会2000年的发展 如果耶稣祈求天父保守信徒 合而为一没有得到回应 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教会 教会早就被各种异端搞得面目全非了 那主耶稣这个祈祷仍然今天在发生作用 特别是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 大部分都拒绝绝对的真理 否定圣经真理 所以教会现在面对更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这些每天早上来这边来带导的勇士们 我们要为教会的真道学防 我们的主日讲台 以及北圣神学院来祷告 让更多的人来聆听主的话语 接受装备造就 懂得分辨真理妙物 这是保罗在以赴所书 四章十三节所讲到的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意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的身量 那合一的另一个重点是在二十三节这个地方 那耶稣所说的就是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当然这段经文的他们也是指的 当时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们 还有那些将来的就跨世代的古事的信徒 那二十二节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 那这个荣耀是什么呢 这个荣耀就是共享一个生命啊 所产生的荣耀 耶稣在我们里面 而父在耶稣里面 就如使徒彼得 他有一个不通反响的说法 就是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曾经有想过 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紧密到无法分辨分离了 了解到这个真理 才使得我们信徒能够合而为一 因此主耶稣祷告所求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信徒都能明白我们共享真理 共享能力 共享生命 共同称呼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为阿爸父 还有一个 就刚才我们四个所长到的 我们有共同的盼望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那合一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在这里面提到两次啊 一次是二十一节啊 叫世人可以信你 拆了我来 再有一次就是二十三节 叫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所以教会一定是要 通过传福音来展现出信仰的合一 共享的真理能力生命的合一 就会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从而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主 他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 或所有一切事物的掌管者 他就是我们所看不见的 父神的终极的启示 我有真理的圣灵的同在 我们众人才能在真道上 好而为一 我有介绍主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才能够在不同当中 因着主的爱而合为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 两天年来 你的话语从来不会改变 不能删减也不能加添 我们只能存在敬畏的心 来传讲主你真理的话语 让更多的人因着真道 能够生命成长 更多的人也因着真道 能够认识救主耶稣基督 就是那位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世人的罪死在十加上 那位耶稣基督 三天后复活 今天成为我们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伴随我们同行 同在同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着这样的福分 我们共享生命 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姊妹 尽管我们不同 但是在主的话语当中 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一起来同送主恩 一起来传扬主 主我们这样的祷告 感谢祈求 事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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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